大家好 如果有听我的观众听众都知道我个人是什么 红色和不激得 有位的应该都没有听我的听众留言 人讲你又讲 他是讲进击的何太 花姑和76岁可白这件事 东章这件事 我心想你有哪个IG的账号和Facebook的群组没有说过这件事 谁你才觉得有资格说呢 这位听众 如果你还没走留言再说 我现在又讲 吹呀 那是这样的 不Hit怎么会讲 周围都讲 周围都讲 现在可白是流量密码 不是要不流量密码 還是你覺得我說某些點不中你 所以你就覺得吃屎吧 那不同人不同口味 你又說太辣,人家又覺得不夠辣 除非你是花菇本人 那花菇本人都... 都不是可以這樣說的 說真的,很多不同的聲音都湧現的 不是每個人都順無劣的 不讓我們亦無疏的 有些人說,朱導遊沒有自己的見解 只是附和朱斯拉 附和?不是的 我有時候跟你是持相反方向的 不一定是同一邊的 單獨這件事,進擊極何太 很明顯是大家所說的東西 是單方面的,現在的路向 有很多人覺得可白被人欺騙 很替他不值 難道有人覺得這個新何太是對的? 是真愛?真的是真愛?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真人真事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女生出生後 因為她沒有孤孤 她媽媽氣養了 氣養的意思不是調去寶良谷 是給了一些所謂的好遠的朋友 親戚那些 就是領養 領養她的養父、養母 都對她這個女兒很好 但是養父很早已經過世了 未夠十歲已經過世了 媽媽是棉乾碎濕 獨力照顧 那時候幾十年前 哪有什麼工人姐姐、長輩湊 沒有這支歌唱 養母就照女兒照得她很厲害 後來是做了醫生的 那好了 以為Happy and鼎 公主和王子過著快樂的生活 並不是的 哪有那麼多藍天白雲 這個世界上 剛剛出來做了十數年 算不算中層呢 又不是高層 但是有了自己的物業 有積蓄 但是發現這個養女的身體出現問題 還要是急病 很快就過世了 那就來了 在這個時候正常 你三十多歲不會立遺囑的 是嗎 當然不會 怎麼會立遺囑 那到最後這個故事 都不要拖那麼久了 故事的結尾就是 親生媽媽出來 是拿了養女所有的物業 以及積蓄的資產 然後養母是一元都拿不到的 官判的時候 都跟養母說 其實情理上是完全明白 知道你付出了 這麼多年付出了多少 但是在法律上 真的我都幫不到你 哇 但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有監管 就是一個撫養權 監管權先 親生媽媽 還是一直都拿到尾 還是有給我的養母 你這樣挑戰我 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又不是做一些 paperwork的事 我又不是法律專員 不是的 我好奇而已 如果在法律定義上來說 如果你是監管人 或者他有撫養權 一直都保持著他媽媽 那在法律上應該就容易成功 如果你說不是的 早就已經被養母 拿回家 又有撫養權監管權 他親生媽媽好像很難拿的 正正就是豬隊友提出這麼暗焦的問題 一會兒又被極個別的網友說 哇 你問多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想你問一些錢 那也不是啊 那你說為什麼他會拿走到 他的樣子很可憐 豬隊友這樣 幾十年前 真的未必流行做那麼多的法律文件上的事情 叫做過契 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件事叫做 你生兒子出來 例如給你哥哥養 不需要搞手續的 大家只有G字就可以了 如果很多年前說五六十年代 那個姓都可以改了 如果五六十年代當然是 基本上你帶個小朋友去報學校 刺一下鼻子就搞定了 那個年代是不是 今時今日應該就難實現一點了 我們就不是躲在別人的床下底 有些聽眾都說別人的家事 旁人不能夠只手畫腳 那我就純粹以一個叫做沒什麼找話說的角度 大家如果不想聽的話 就可以聽回其他的新聞聯播 是不是 那有些人就說 喂錢錢怎麼分 那些錢哪個賺 如果是過了新的何太賺的呢 那應該是子女有份 但是有沒有機會是做這個全職媽媽呢 會不會是舊何太沒有上班 而那個男人是報紙檔 又或者兩個捱過報紙檔 一齊找誰找 沒有人知道的 東張西望 為什麼只有兩三集 其他的這家人的背景 有沒有去做過research呢 那個新何太萬眾觸目巨星 我想他現在juicy的程度 絕對那個黃青霞 黃青霞都說自己沒有騙人的 都說被人家一小巴掌踢下去的 那這個何太都聲淚俱下的 只不過人家沒有眼淚而已 人家戴著口罩很明顯是耐心氣 你們認識不到而已 皺瞞眉頭就可以了 戴著口罩交氣 就是交個眉頭而已 喂 那李隆基 拿著就好像哭了一樣 李隆基就好氣啦 老氣骨啦 他都沒有眼淚的 青天白雲都沒有眼淚的 哇 那跟我們提款機相比 阿可白當然不夠來啦 大家同樣貴為七十幾歲的一些成功人士 就是坐擁幾百萬的身家 就是基本東西的時候 喂 李隆基 都是在坐擁三十多歲的正常大陸妹 說阿可白在坐擁一件 扮四十多歲的大份的大姐 都已經差很遠啦 啦啦啦 還要好像一個月內 都已經被人家欣了不少錢走了 喂 李隆基 玩了這麼多年 你是不是傻豬啦 在咪前我都叫你傻豬 咪後我怎麼叫你 我也不想講啦 因為何太有說過 我稱呼豬隊友的那個 term 他自己也有說過 即是他的子女叫新何太 他有說過這兩個字 哦 那就好了 都是咚咚咚的啦 兩個字而已 李隆基他平時見什麼 他見親都是TVB傘 他那個standard的審美是在線的 阿可白 他是做什麼呀 他是做報紙檔 他見親都是街市我這些這樣的 即是 朱元玉潤 擔上山都賣幾天的 的 師奶呀 大家的 怎麼說呢 同溫層都不同 那倒是 大家的環境都不同啊 大家記不記得李隆基 Giger 他在哪裡認識青霞的 他說他是在地鐵 他有說過兩個version 他說是朋友式的 又說是在地鐵裡 在海後的 無論他哪個version都好 李隆基是主動出擊的 阿可白是天降奇緣 他是突然間碰到了了對的人 眼神交回 他請花姑吃飯 花姑 你請了別人一年吃飯 別人都不會報你 你請了我 我立即第二天買飯 我很懂事 別人是這樣的 哇 新鶴太是用湯水攻勢 去得到阿可白的方心 那很明顯 大家誰比較激烈 我覺得是李隆基主動混合 黃青霞 那 黃青霞當然是看重 李隆基的人脈 和他的所謂的叫做 什麼聲都好 總之是一夥小那聲 族有剛的小那聲 但是阿可白這些 只不過是 我找不到 喂 好話不好聽 我差點說 如果我是76歲可白 我沒有了這個花姑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了 是 沒錯 但那邊相李隆基 沒有了黃青霞 我就扣另一條大陸妹 正所謂親手就有了 不是什麼emphasize大陸妹 如果他溝一個港女 會不會那麼容易受溝 那 看看你溝那個層面去到哪 之前 矮點得那個綠葉角色 阿紅仔 為什麼我叫他紅仔 因為我忘記他全名 不好意思 溝葉翠翠 都溝不到 你想溝就有 港女 有時候眼睛真的高了一點 那倒是呀 喂 我自己什麼筋量 我不知道 總之我一定是放大10倍 你打了30年我受溝 除非你是大佬 港女的自我感覺良好 是用幾何級數去背震的 我不敢說 那真的 說真的 你同一樣的食材 在不同地方出產的 就已經身價 在根本上已經不同了 那 即是怎樣 沒什麼這麼說 不可以 你會被人罵 為什麼 你說港女不行 就等於我講姜濤不行 不是不行 港女是好行 雖然不是那麼容易吃到 真的嗎 是呀 你吃不少 自我感覺良好那一下真的好行 你不吃都聞過一下 那不是的 不要說聞過一下 不小心逛街都踩到兩件 怪不知 你現在出生去踩狗屎 所以就經常都 有些朋友仔留言 就說 阿可伯是一個補償的心態 說 過身的何太沒有享受過 我死都不信 他有一隻兩卡串戒 在洗碗 神經病 什麼叫補償 即是我以前老婆 是呀 就和我綿杆碎濕 挨戴五個子女 又搞那間保育檔 又搞到五個子女 又有醫生 又有護士 醫務人員 總之是 之後老婆死了 很愧疚 沒有對她好 所以就 溝見新女回來 不是 盡量對她好 不是溝 是不覺意 緣分 屎然 認識了花姑之後 哎呀 我以前的老伴 沒有享受過 不行啊 我現在要 我太掛念她了 我就給你 給你 好像台灣首富 郭太麵 哇 前頭婆死了 我現在要補上來 我現在 阿曾仙營 對我兒子更加好 什麼兒子 人家老婆 就是這樣說 喂 那是第二任的嘛 是啊 我要銀彈工材 扔勻你 這個邏輯 真是癡了線的人 才會擁有 專門有聽到 都覺得很都市奇聞 什麼概念 這些真是 完全理解不了 你是否想死 我某個聽眾留言 你說人家 什麼邏輯 什麼都市奇聞 你是否想不想大 什麼不想大 我已經足夠大了 我不想再老 但是我覺得 不關什麼補償心態的事 基本上就是賭徒心態 阿伯 他有被人拒絕過 阿新何太有叫過他 拉斯吉路 因為沒錢 沒錢不到位了 你走吧 我找另一個老闆 你耍死不守 還說服毒自殺 何太不害怕 現在玩出人命 玩出人命就不害怕 但是你還沒給我繼承 之前玩出人命我就害怕 不是繼承 是管理的 是我繼承 是你管理的 沒錯 你管理完之後就給我 麻煩你 阿伯經常說五個子女五個子女 阿伯 你醒啦 是六個啊 為什麼呢 還有一個 人家不用分啊 何太還有一個十八歲的小朋友 香港法律等小聚合說 等忠誠誠說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陸 他那個十八歲仔一定有一分 分多分少的問題 都挺厲害的 天天有份啊 不是啊 中國大陸 為什麼法律現在搞到 那些計成法呢 學校要教這麼多課 因為你再分 算子 養子 百分之多少 那個百分之多少 之前為什麼有一宗 是嗎 他是刺死了嫂子和侄女 因為我爸爸死了 他是怎樣 他是中間那個死了 然後呢 他是舔了別人的那層樓 舔了 就是你有份分 那我真是氣不強就刺你了 現在就令到 中國大陸有很多這些 叫做社會問題出現 一層樓 不要說 剛剛呢 新聞今日見到 那是司法覆核呢 在柴灣還是沙基灣呢 在一個公園呢 開那個改裝槍枝 扮死幾個親戚的那個 那個TB 不要說TB 那個女士 還要之前說賄賂的懲教 Madam 哦 一層樓可以搞很多東西的 有很多人不自在而已 那倒是 喂 真的永遠都是 看錢份上的 總之呢 有錢人就一定是 有有錢人的煩惱 是我們這些 正常人呢 遇到都猜不透的 我也有煩惱的 我如果去吃吃火鍋 我都在想第一號餐 還是三四號餐 是啊 是啊 現在我沒有 沒有啊 究竟是和牛海鮮 還是純 純潔潔潔肉呢 哈哈 你就是潔潔肉 我一定是潔肉的 我可以分開單 然後我是和牛海鮮 你潔肉 一人一台 麻煩把單給那位 司法覆蓋 喇 我就想說個重點 說了那麼多廢話 真是很廢的廢話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笑 我想問問你老爸老妹做了什麼 你會說粗口罵他 啊 哦 打我 打你 小時候打不少 倒點屎了 我碗飯 有外語 有外語關是什麼事啊 哦 我會傷心的 你老爸去叫雞關是什麼事 叫雞不算外語 肉體出軌和精神出軌 就是兩件事 叫完雞可以 沒有人知道的嘛 問題就是 你有外語 就是你感情上出軌 就是你離開這頭家 那就不同說法了 喇 我就覺得 我想不到 就算就算退一萬步說 我爸爸剛剛過生 然後我媽媽 就是送上山 突然間有個女人 拉著那個年輕人出來說那個是我弟弟 我都未至於說粗口罷 就是我爸爸做了些什麼 要這樣去問候 就是他真的是粗口來的 哦 他女婿也是粗口來的 哦 那我都覺得明白的 因為始終呢 為什麼呢 我不明白 是會令到 那些女兒都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喂 我喜歡被人騙 那關是什麼事啊 那也對的 兩邊都有自己的道理 和理由 不是道不道理 就算你女兒 即是你覺得我IG 死蠢啊 他爸爸 死老爺 老兒筆 不收啊 那麼鹹鹹濕濕啊 那為什麼你要拿錯口罵我呢 還有說真的 很明顯到最後 那些子女都一定是看錢份上的 如果可白不是有四百五十萬身家 而是剩下四千五百元 你覺得她的子女會不會那麼 那麼大動作啊 或者那麼大反應啊 很明顯就是 因為人未死已經可以欠家產 對不對 如果他可白得四千五元身家 現在得四萬五元身家 我相信那些子女就會 有他啦 爸爸也一百年多了 唉 有他跟女人相親啦 對不對 第一四百五十萬啊 有些人就經常咬著 就是說女兒幫他維持 首先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你幫他維持也好 即不是這樣 維持什麼啊 拿走了 等你死了之後 我們自己分 或者現在你未死就已經分了 嘩 我很想問一下你 即是我們自己有父母那些 他們現在多數都是一起的 那塊錢 那你怎麼界定啊 誰找得多 誰找回來的 沒有的 沒得這麼界定的 總之就是靜落的 我們子女不知道 就算老爸老母 他們都未必找到一條線 那麼清晰 這三百六十七元是你找的 是呀是呀 這二十四個九是我找的 哪有說得那麼清楚的 那些人就說 喂不是呀 前河太有的 前河太有的 前河太有份的 那很難去說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 阿伯很心心念念的 他說新官 留言他說 我中了新官 沒有人問的 你就算 你不拿些藥給他 問他什麼事 那不需要玩得那麼絕 應徵你講一句 才到光棍手 那四百五十萬都被子女拿走的時候 那些子女 而不得你早點歸去啦 你死 過了什麼事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啦 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很明顯的 小女就是在醫院做啦 我不知道他是醫生還是護士啦 是不是 那如果醫護人員呢 他上班的時候 那阿伯跟這條大陸婆呢 去醫院門口 那個房門口等他呢 那我覺得又有點過份 那其實你都打算玩全個Party的啦 你都是吵到他公司的啦 叫做 是啊 就是想影響他的工作為前提 去威脅他 威逼他 是啊 這些就是輿論壓力 群眾壓力啦 那已經是令到大家 是敵視仇視是敵人 不是朋友的啦 你是影響到如果我份工 我想醫院可能 沒有那麼容易受影響啦 你真的走來我公司 坐在門口 又或者大炒大鬧那些 嘩 老爸都沒有情講啊 已經是債主債仔的關係了 因為我來收你的數 就是又是文文那些了 那沒辦法的啦 始終都是淺作怪啦 那我想問呢 如果大家覺得 這麼有Point 我的Channel都 一直都拍烏鷹啦 蝙蝠洞見到有聲音那些 直播就只有23個人看 無所謂 喂 真的的 抖音有個男生 他整晚直播了12個小時 一個人都沒有 哦 哇 5勁抽 12個小時 他可以堅持到 都厲害啊 是啊 那這些就是 本身可能 對這一樣東西 有個 熱誠啦 又說 這麼多水吹吧 那我想問呢 大家覺得 怎樣分呢 我當現在呢 大家拿些錢出來啦 那阿白張那450 450萬 我又學一下阿娟啦 不不不 Sorry啦 不是阿娟 阿新何太 連那個不知什麼4200元 還是4600元 我都up了 講到百位數了 剛剛教完我兒子 不知道我兒子還記得嗎 過十百千萬 那便留回去阿可白手了 怎樣分呢 怎樣才為之分得好呢 除月五 沒有好的 好圓不好呢 好過人的 他五個子女 應該各自都有條數給自己 總之呢 我說四百萬 你五十萬 那便是好的了 不是啊 很明顯 就算沒有阿花菇粉 那五個子女 都不是除月五的 一定不會啦 一定有分大小的啦 但是看下 問題就是 那些錢是誰的手 就誰的作主 喂 那些錢是小女的手 那阿白選了啦 那些錢是小女的手 那小女說給多少阿哥姐姐 給多少阿哥姐姐的啦 之前玩到 東章都有些case 執行人 喂 你兩個執行人 我不簽名就吹 噢 那是的 是玩這些的啦 不過我很好奇就是 為什麼 共同戶口 又可以給單方面 去拿收錢的 不是應該一起簽名的嗎 都說他又可以單簽和雙簽 噢 即是他選單簽 你利息又是一個單簽和雙簽可以選擇 你整塊錢又可以單簽雙簽可以選擇 即是由開戶口那一刻開始 即是難聽些說一句啦 就是那個小女都已經陰謀論著了 即是未必的 或者阿伯呀 又沒有在銀行做的各位 我也不知道啦 他信了那個小女 你沒有那麼去分得清啊 即是 因為阿伯的錢呢 就應該做定期的 是的 所以一早想著拿的時候 就沒有拿到 因為呢 又不想提早拿呢 不知道虧了11萬的利息 所以呢 就等到不知道2月才去拿 才發現錢不易而非 那很明顯就是這個戶口 這150萬應該就是 小女一開始就哄爸爸 喂 爸爸做定期啦 發現爸爸在這裡又不用 又可以收息息口感高 到現在就哄你 放在這個戶口裡面 而是一早已經老謀心算定 是用單簽的形式去叫他放下去 那等到 那個定期一完 那天就馬上收錢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一謀論這樣說 如果不然 整件事不會成立 那你可以是另外一邊主動的 我相信 那爸爸比小女兒偏心 不奇怪的 那一定是偏心一點 而且小女兒也有這個打算 而走出這一步 是吧 通常呢 如果小女兒有能力一點 那個呢 通常都是分得少一點的 很多呢 爸爸媽媽不是說這件事 很多爸爸媽媽都偏心過肺那個 大家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通常那些 哥姐姐 弟妹妹 做大律師大醫生呢 要是如果你偏心他呢 多數 某些 就說 可能你想老友所醫 想他照顧你晚年 真的兩腳未伸直之前 照顧好你 那叫做投靠了 賣邊站 但有些又不是 偏心一點廢 可能50歲 還要吃你奶嘴 還喝人奶 有些不同的個案 當然不知阿可伯 為何只是和這個小女兒 開亂名戶口 其實玩到最後 香港人都要學習 搞這麼多事情 你們周知無日 每個街市都發生 十個八個 這些76歲可伯的事件 誰可以玩得 像你龍姬那麼開心 那就是啊 玩完條女還要不用賣單 我玩了你幾年 阿伯 這個三個月 還是現在少了半年 你已經跌了幾十萬 阿李龍姬說 怎麼玩啊 學習啊 大家聽著啊 拿定支筆出來 HIGHLIGHT 每個月放些錢 在櫃頭那裡 你就拿咯 你就拿去買菜咯 任去拿 但是任去拿的定義是 那筆數有多大 五個萬多元 幾千 省紙 免得你啦 還有 這日未到最後 都不知道誰送黃青霞上路 可能是阿基哥送他上路 喂 認識了這麼多年 怎麼無端端現在才要做C1呢 李龍姬 是啊 全部東西都有安排的 全部都是步驟 一步一步 把黃青霞去 在螢光幕前 被所有人都看著他的時候 一下子撩爆他 那個會不會是阿基哥呢 還要啊 阿基哥 基哥出了市之後 他接了多少個show 還利用他來搞這麼多show 又去澳洲又去大陸 你當他是漏的嗎 真是厲害啊 阿基哥真是 在一個渣男入面來說 真是一個表表者 大家 大佬啊 人家玩了幾十年小妹 幾個老婆 七十幾 都是七十幾 都是七十幾 喂 似七十幾 就不同皮七十幾 贏了啊基哥 基哥現在真的掩著半杯水笑 喂 去靠黃青霞這件事 一來 女兒被他玩了幾年了 現在一腳踢開她 鑼鐺入獄 第二 憑著這件事 再拆流量拆熱道 亦都可以 不用擲煲費之餘 亦都可以藉著這女兒 再去賺錢 盈利 嘩 現在 這女兒可能面臨幾年的 勞辱之苦 勞之苦 幾年後 基哥都走了街 但這幾年 基哥還可以找第二條女 再玩一次 幾年後 基哥絕對未走街 很難說的 這些東西 那好吧 講完基哥 基哥應該有買過H字頭袋 給黃青霞 黃青霞的袋 真還是假 我就不懂得看 最後是不是放在基哥家 拿回去美蘭站 有些聽眾 那位聽眾 他說 哎呀 我買那麼多H字頭袋 一看就真的假 我心想一下 你有沒有騙你老公說 那些袋很便宜 幾個 死亡 喂 很難一聽是假的 現在沒有東西真 假的最真 忽然中 你自己買的那些 都可能是被騙了的 嘩 有位聽眾留言 就好像我之前認識的朋友仔 真假 那些拌 真假的袋 鞋 耳環 主意繩 撈亂帶 但是這個 花菇 那個H字頭袋 如果是假的 當然如果你要配貨 一定過百 除非是大樓 大樓如果送給李佳欣 就是有 那麽莫非又是 如果450萬 未拿到手 未配貨的話 應該花菇 就買不起那個袋 但是 如果那個袋是假的 花菇為何這麼威風 還要 嘩 大家有沒有留意 花菇穿著那個 藍天白雲 長裙 出來 他是 怎麼說 他是拖著阿伯 但是他的手 是主導的 花菇是在前的 如果我拖著兒子 是我的手在後 大家明白嗎 十指緊扣的那個拖法 你誰是上把 又或者是主導 那個人是先行 和你的手的手勢 是不同的 花菇很神 很威武地拖著阿伯 走出來的時候 他拿著那個袋 那個氣場不像羅湖貨 我 但問題就是 拿著這個 這個 H字頭的袋 住公屋 會不會讓野來 另一個 這個 公屋去審批 令到 阿新何太 連家公屋都陪上去賣 我就是知道 黃青霞哪個報警 有 百分之 零點零零零一的機會是李隆基 但是 阿可伯一定不會報警 即是 什麼 因為我很想要 我還沒吃完 那當然 但問題就是 這些大陸女人 一有機會上報 上電視 就連籠底的那些都拿出來 放上身 那就露了 那如果是假的 我們也相信 在螢幕前 很多 雪亮眼睛的一個網民 或者市民 見到 都會很熱心去舉報他 會不會是 資產過了公屋的審批 也都沒有人理 霸著公屋那批 我覺得 有些人說 阿伯和二仔同住 他本身有沒有 不是婆式 雍式的矛盾 阿伯的真正需要 就是 bare necessity 什麼性需要 真正性需要 真正需要 兩樣 情感上 有沒有共情能力 你知不知道阿伯 你除了每個星期 可能和他喝一次茶 打電話 虛寒問亂 阿伯需要些什麼 你有沒有天天和阿伯 好像阿花姑 還追 還追 這麼長時間 你說性需要 那就更加沒得說 那你兒子 你怎樣 和小女兒 去take care你爸爸 你都解決不了他的性需要 喂 大家知不知道 殘疾人士 又或者弱能人士 都有性需要 守天使 沒錯 台灣有合法的守天使 香港有合法的一流一 但是阿伯需要的 不只是 蝕 哦 但首先一流一 就不是合法的 只不過走法律 即是 阿Sir不拘捕就行了 趨來不像 只要你同一個地方 超過一個女性 就是犯法的 一對一就不犯法的 那阿伯很明顯 就不只是想去找那些一流一 街邊那些 遮掩 那你們的男人 為何不找尤一 為何要去找那些玩家 因為有愛的感覺 是啊 有感情的交流 雖然我都要花錢 或者我花的更多錢 但是大家的互動 是會令到你有那種 追求那種感覺 有粉紅泡泡的 你覺得那個女兒是想你 為什麼那些綁一大哥 要做大哥 因為她覺得她是 只是 有個連結 對她是 只是我女兒 其他的她是社交 那我什麼叫綁一大哥 就是 我擁有這個女人 不斷花錢 不斷送火箭 沒辦法 陪了阿豬仔 整個下午 都 體力下降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東張西網的主持 除了她沒有找大幫妹妹去 梁敏考 我讀對了 這次 那男主持 忍笑的功力一流 但是應該多做兩集 打射隨棍上 當然你不可以像梁思浩 和Smart Travel 那樣順無裂 你應該問細節 問重點 問阿花菇 即是可白她想說的 和她要說的 她說完了 重點 我們想看 是花菇 哦 那 之後會不會再有後續呢 東張 不知道 但是應該都沒有 通常如果她有後續 好像很久之前 有試過隔一個星期出 其實正常應該是 事先拍好 再撕牙膏 拔出來 炒娛樂 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的風向 大家都很明白 應該都是一面倒的了 怎麼趨發 這個新河太 還敢出來說話 為什麼不敢 為什麼不敢 龍瓦那個看家阿娟 都出來跪的 哦 真的認錯 但是我覺得 這個新河太 又不會去到這一步 因為始終她都說 愛情啊 真愛 有些這樣的個案 我身上見過 朋友的朋友 又是這樣的 三十年 二三十年 不要三十年 十幾二十年的 亡年戀 叫做黃昏戀 有些人 她不是真的說 我騙了你筆錢 就走不走 她是拿一個長時間的陪伴 我沒想著走 但是你的錢要給我 你明白嗎 不是騙 但是我要你的錢 我可以送到你上三 明白明白 我拿我的青春 你值不值錢也好 阿伯肯買就可以了 但是這些你要說好 這些叫合理期望 大家要分清楚 是個人的合理期望 你未必達成共識 到最後 阿伯 那你自己什麼事都沒有 有些事 這個就是問題 如果你龍基出來教班 除了教怎樣白嫖之外 其實最應該教的就是 怎樣去控制子女對你 那塊豬肉的期望 和這個花菇 對那塊肉的期望 還是我現在76歲 就寫平安寺呢 大家談好 我不會改的了 不要好像黃昏 又被人捉上電視 其實談數夠高的一個阿伯 我深信呢 如果是談數夠高的那些 最後呢 把口就說給你 其實最後都一定給回那些子女的 不是呀 應該花菇現在要職要 當然要職要啦 很明顯這個 都是期望落差啦 你說到自己幾拍包幾拍 原來是空心老官來的 踢你又不走 又說服毒又說死 現在這些燙手山戶 都要怎麼辦 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 找房署 嘩 找房署投訴去住公屋嗎 霸住公屋 是啊 然後就是 你來我耳朵住啊 行不行 其實說真的 他們結婚而已 否則以公屋條例 就算是一個男女朋友的關係 你都不可以在那裡住 不可以過夜的公屋 超 報了啊 房署就說 查過了 沒有可疑的 繼續吧 不違法啊 年老是要關懷是吧 之後不斷 不斷去勸告他 除了那些不作為的高官之外 他有很多的公務人員 大家都知道什麼了 什麼玩法的 都不是不作為的 只不過那個方向 又根本性是錯的 哈哈哈 即是你覺得香港政府有問題嗎 都不是的 大家觀點角度不同而已 我 不禁苟同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些人又說什麼 香港人才有資格住公屋 那為什麼 其實是要的 阿何太 他已經有身份證 他來了很久 其實我覺得 身份證 還有啊 他是什麼身份 在街市那裡擺賣 先 林事當 打工啊 打工啊 一定是 開檔啊 那如果他是香港人 他又可以打工啊 他又不是黃青霞 我也有身份證 那身份證怎麼拿呢 都不用想的了 也是他應該是上一任老公幫他的 啊 談談 是啊 那你說是不是香港人優先公屋呢 朱隊友呢 從一開始已經在說 非常贊成 為什麼 特朗普呢 可以在美國 突然一出來 橫掃去做到總統 美國人優先 就是美國人優先 這件事情 真的是真的是 拿了分 贏了的 的確他都做到 那不是說要 劃分你我 而是我本身在土生土長的 都沒有飯開的時候 你把飯給了外來的 那你 我吃不飽 我怎麼會跟你講關懷啊 是不是 真的啊 就是我土生土長 我不是優先我公屋的 那我還有什麼說 我當然是反抬啦 如果我土生土長 我是優先我公屋的 我拿了才輪到你們這些新進來的 那我一定會關懷你 是不是 因為大家站在土得高地 格案官夥的情況下 我一定會關懷你的 現在問題正正就是 香港那個扭曲的一個 那個細度 令到自己在裏 都看不到將來 那我怎麼 就走了 是呀 怎樣去關懷你們 我只看到你有將來 你一來到已經有將來 你們是康莊大盜 那問題是 只要這個花姑多少歲都好 她跟了一個老爺 好像過70歲 還是60歲 我忘記了 之前搞過的 跟了一個老爺結婚 然後呢 好像可以馬上 還是怎樣離婚 當時在談一個case的 就說離婚之後呢 這個女人呢 是有公屋的 因為本身她是住戶來的嘛 她離婚之後 她是馬上有新公屋的 優先過你其他任何 說不知生幾十萬個小孩的case 然後 她可以申請她內地的前夫 她真正的老公 還有她那些 成年也好 未成年的子女 全都下來了 是啊 是不是很可笑啊 說了兩件事給你聽 我有個朋友 做警察的 那呢 她結婚 有個小朋友 我想小朋友三四歲 他們是分開住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家裡不夠大 那老婆和兒子呢 就跟外科也沒有 自己呢 就回去爸爸家裡住 因為 未夠年資拿公屋 未存夠分拿公屋 宿舍也未夠年資拿 什麼都沒有 喂請 坐食三賓 站在那裡 錢又儲不到 整張瑜伽石也可以吧 不是啊 因為這些都是涉及 那時候大台的電視劇 那些劇情都是真的 本身呢 她呢 就跟她老婆和兒子 住在外科也沒有家裡 誰知道呢 她老婆有個哥哥 就突然間帶上老婆 又欠缺 帶上兩個兒子 就搬回去 搶父母那間公屋 怕她死的 怕她突然死 或者快死 是啊 到時候你住 那你就來 我怎麼搞 是啊 就怕過妹妹 再吵架佔 唯有自己的房子 外面那些又不住 又回來搶住 逼走她 那太逼了 那我的朋友就頂不住了 就回到自己爸爸媽媽家裡住 那裡已經很小的 剛剛可能有張床位就算了 喂 就是這樣 土生土長香港人 做一個 紀律部隊做警察 哇 聽到好像很好 好正好好的 收工屋又未夠年資 又拿不到 拿宿舍又未夠年資 又拿不到 什麼都沒有 那香港人可以怎樣 香港人可以怎樣 喂 我到去找三萬幾元一個月 香港人不是回大陸 大灣區買樓了 扶街 政府說過 叫他們教你們的 就算 這個警察朋友 他拿到公屋 他也是十年沒有識審查的 他都要逼住買居屋 所以現在他都死省死底 簡直是這條內褲穿了 都不敢買一條新的 因為他存夠錢 只要一拿到公屋 就買居屋 因為他知道 以他的年資 現在的飽和程度 他宿舍都不用想了 等到他存過十幾年年資 拿宿舍的話 又是分享身邊朋友例子 有幾兄弟姊妹 自己一向都跟媽媽住 爸爸一早死了 四兄弟姊妹 我又跟媽媽住 媽媽所有的那間屋 也是我買 家用是我給 其他那些就雞碎那麼多 雞都不靠 我想奶粉也未必夠吃得飽 然後媽媽兩腳一身 新冠的時候 臨死之前跟她說 那屋樓你就給哥哥 哥哥有個潮 即是叫做有後 其他那些沒有後 那怎麼辦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是你 那怎麼辦 我給的 我給錢買的 平時媽媽所有家用 他的積蓄 所謂的剩蓄 所有都是我給的 現在他就說 積蓄平均分 層樓就要給有後那個 那公不公平啊 我想問一下 當然不公平的啦 但問題就是 始終自己媽媽 你不疼她 你不孝順 你就不會付出那麼多 到最後 我沒有兄弟姊妹 我理解不到 即我做人 我做人 我做人只想要一件事 就是公平 我也有賓州的 我那個case 我和我媽媽住 那個人付出 她是有姑姑的 那為什麼我沒有 問題就是 有沒有下一代 對啦 有很多老人家 你又不是王族 你又不是秦始皇 你又沒有帝位 為什麼這麼強傷這件事呢 那說真的 就算我分了給你 阿仔 你沒有下一代 你都七到八十了 到我死了給你的時候 你給誰 你不是給一個 可能阿哥 或者小妹妹 表啊 那個小朋友 又是這樣 不如直接給她 那些人經常說 劉嘉玲和梁朝偉 死了 又是周潤發死了 那些錢去哪裡 阿發發死了 都說了是捐的 那劉嘉玲呢 郭俊安都說 都捐了他 郭俊安我不相信 那劉嘉玲呢 劉嘉玲 劉嘉玲 我覺得他不會捐 Dudu姐 她也有說過 她說她已經分好了 是嗎 是嗎 真職全部人有份 她沒有說到那麼細節 她說這些privacy 她想擁有飯 但是 kind of 那一定是 這個時候 年紀大了 那些 阿哥姐姐的子女 就會突然一供出來 又會和你吃飯 去 好噁心 小時候我不認識 現在我覺得這些人很噁心 為的是什麼 當然是為你的身家 不要玩 平時啊 幾年前那些 你真的死都不見人 拜山你一不抱頭 嘩 突然間 一說這些樓啊 錢啊 飛了出來 好噁心 原來阿叔你有的嗎 喂 我有空來喝茶 是這樣的 還要問你借錢的藉口 我想做生意 反正你都擺到的 花姑也是 她說什麼 她想做飲食業 做個什麼 圓寄雲吞 喂 那說真的 這些是一個美麗的一個 開場白來的 是吧 拉去個序幕 拉去什麼序幕 拉去什麼序幕 拉去你 那些錢的序幕 我仆街的說句 我身邊都有不少 這些什麼 所謂的 我們這個年齡層的 握老大老母錢 又是說這個 你有 我想做生意啊 爸爸媽媽 給點來 都是這樣的 我身邊都有朋友 可能爸爸媽媽都搞生意 看見兒子不行了 就叫兒子 不如出去打工吧 你不要留在這裏 你都不是這塊臉 是啊 我 那盤生意 或者我副身家 守了多久就多久 吃到我死了 我才會給你 這麼早給你 一來我怕我自己 被人說出街做乞衣 一來 我怕你敗了 被女人騙了 真的不要這麼早 分定身家 還有不要讓對方知道 他密是有份 這樣 你可能後來幾年會安穩一點 如果不是 都是的 我想基本上 現金物業 就是叫做 你有多的 就預早給一間半間去玩一下 糟了我怕到時候 那些老人家 好有的那些 不斷被人抓去律師樓 那怎麼辦 很多的啦 欸 我帶一個朋友來探你 你看看 是謝偉俊律師 這樣玩的 這些 分分鐘 你 醒目的 死了之後才給他 不醒目的 我見大佑人在 我媽媽 隨時改 我媽媽有個朋友 開報紙檔 兩個老人家 熬了幾十年 在那個區域裡面 很多人認識的 殊不知 熬大了一些子女 都想要退休了 本來都想不做了 接了他 回去養老 弄孫為樂 享受一下晚年 誰知道 應該被子女哄了他 就 過了個名字給子女 這樣就糟糕了 就變相 突然之間說 喂 你兩個老人家 不要來家裡 是每晚不知 晚上八點之後 才讓他回家 睡 日後不可以在這裡 一晨早已經拍出門口 喂 這裡你不可以在這裡 妨礙著 沒有位置 這樣的 多慘啊 你知不知道有些老人家 不是說什麼孝不孝順 不要又說我說真話 各樣 養隻死人狗 紫娃華 紫娃華出名什麼 又吵 又喜歡那些 小小含哩的那些 老人家動員 拐掌震震震震震震 不要說走啊 坐啊 都未必條腰 可以坐得久 然後那隻 紫娃華 狗看眼人低 這件事是真的 然後就是 狗眼看人低 嘩 我突然這麼有才華 你突然 然後那隻狗 就整天吠那個阿伯 然後阿伯 就不想被那隻狗吠 之餘 那隻狗還要讓他到處走 不會有任何的約束 也不會去指罵那隻狗 不會去管教那隻狗 老人家最後那個慘況 就是 只是家裡範圍內 那間很小很小的房間 還有去廁所 一出來廁所 那隻狗就追著牠 吠 追著牠咬 然後一拉完尿 立即回房間 做到這樣的效果 做人子女看見到 都覺得 沒有問題 那個都是PK 就像貓根 永遠那些人 覺得那些貓狗 是比老爸老母 那個是你老爸來的 這些真的很慘 這些就從根本性 家庭教育開始 自己做漏事 那沒辦法了 你說你家庭教育 但問題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自己造成的 有關我的事嗎 沒事 不說真話 好了 今集差不多就是這樣 大家都應該下班了吧 剛剛我直播 你們就說下班 現在才是下班時間 哎呀 會不會提早下班 握著 女兒去 摘彩鏈 就是這樣 拜拜